相隔十年 商人再度回到大同區的家 这边从原本的环保站改建成联络处 都是志工们点滴付出 像八十一岁的刘成美贵 绰号育员阿嬷 她捐出多年意卖所得 滴水成河 利米成螺 每位志工都热心做好事 大同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多达五十五个夜间和常态环保店 变成正能量聚集地 因为有的洗肾 洗完肾以后 他来这边坐 那有的精神障碍来这边坐 得到大家的爱的关怀的时候 他的生命的亮点起发出来 我们的环保场一定要很干净 很干净 然后让附近的邻居会觉得很喜欢 进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想要给他们的是观念 大同区生根环保多年 少人期许可以结合更多人文课程 不断精进 持续传递善念 大爱新闻黄一杰解缘集台北报道